好 那讲到这两位主角呢 拜登跟习近平呢 其实他们的岁数差了将近十岁 这个拜登呢 其实是已经将近七十八七十九岁了 那么习近平呢是六十八岁 两个人的这个成长背景 当然也很不一样 习近平呢是历经了这个毛泽东时代 文革时期下乡 那么拜登呢 其实也经历过丧子之痛 因为他的有一位儿子呢 在中东战争的时候呢 不幸的来丧命 可能了解他们两个人的家庭背景 以及呢这个从政的历程 可以对于这个拜习会的观察 有更进一步而深入的一些观察 一块带您来了解 两人的相对背景 美国总统拜登就任总统 快要届满一年 但您知道吗 马上就满七十九岁的拜登 纵横政坛半世纪 其实三度想要问鼎总统大位 政界长青树拜登 来自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 是家里的长子 出生平凡却在二十九岁 就当选联邦参议员 三十岁就任 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参议员 每天通勤 往返华府和德拉瓦州住家 长期升公参议院 曾担任多年司法 及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对外交很有一套 而在这期间 拜登在一九八八年 首度挑战总统大位 却因抄袭风波退选 二十年后再战 又因人脉不足退出 转而加入美国前总统 欧巴马团队 二零零九到二零一七年担任欧巴马副手 直到二零二零年终于登上美国总统宝座 尽管政治资历丰富 拜登还是经常惹出食言风波 快人快语 让人捏把冷汗 相较之下拜登在全球最大竞争对手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是谨言慎行许多 才刚透过第三次历史决议提升地位 堪称与毛泽东平起平坐 达到权力高峰 六十八岁的习近平 就是成长于毛泽东文革时代 安逸的童年 随着父亲习仲勋被清算 十五岁的他下乡陕西黄土高原 在贫困农村生活及红卫兵批斗下 磨练出自己的一套生存智慧 而后他进入福建省浙江省等各省份磨练 擅长规划并把握机会步步高升 他懂得低调不露锋芒 却同时让自己越来越接近中共高层 二零一二年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二零一三年当选国家主席 五年后习近平更透过修宪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为巩固权力铺路 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 诠释共产党人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 他以壮大国力为目标 对外更强硬维护中国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 欺负 压迫 奴役我们 东方与西方 习近平与拜登各霸一方 手握大权也写下世界历史 美中竞争无可避免 如何在竞逐与合作中掌握那唯妙分寸 就考验大国领导人的智慧 华时新闻综合报道